中国最后一位律医 有着很多让人惊叹的一些技术 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的医学比较的发达 但是中医的一些疗程才是最根本的 西方的医学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而中医的疗程却可以去除人体内部的最根本的疾病 我国的中医疗法非常的高级 但是要说到将我国的中医发扬光大的这些中医们 则就不得不说到古代皇宫的那群御医 御医绝对是古代的医学巅峰 在古代皇帝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自然他们的医生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可是随着我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灭亡 御医这个群体也就消失在了世人的眼前 英列鹏是我御医 他的本名叫做爱新觉罗英列鹏 听到爱新觉罗这个姓氏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爱新觉罗是清朝 那皇室姓是农工商市 中国古代最严格的等级制度 而医学作为不入流的这种等级 爱新觉罗式的皇族 却要去当御医呢 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 英列鹏出生之后 清朝就已经国力非常的衰弱了 为了活着 他只能够去选择当医生 展开全文出生皇族的他 看过很多皇室的医学秘点 对中医学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 甚至在后期 苦疑的被日本人抓去 当为满清政府的皇帝时 也将他带去了 仅仅是因为他的医学非常的高超 不过最终为满清政府的结局非常的悲惨 覆灭了 英列鹏还被抓去 蹲了几年的牢房 在牢房的这几年 并没有磨灭他当医生的这种心情 他还是立志于 想做中国最伟大的中医 很多的牢房犯人都受到了他的恩惠 之后被放出 就在外面看了一家医馆 多年的医学经验 再加上皇室的一些秘点 让他的治疗非常的神奇 很多的百姓都幸福于他的衣服 如今这 魏老人已经103岁了 还一直存活着 古话说得好 多行善事 必可以活得长久 这位爱心觉罗英列鹏 则很好说明了这一点 他用他的医学 治疗了很多的患者 并且将他的医术传流 到了如今 确实值得国人们对他的尊敬 你们觉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